我們又回來了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講 如何用一個普拉提的運動 來改善大家 如何用肌肉僵硬 或者一些筒症 事不宜遲 今天與過次面 都已經感覺好了 我們有請 我因為小姐Rita 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Dalatis的動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歡迎大家來到 今天的Smart Funday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的Rita 就是英國和香港的駐產物理治療師 也是中大醫學的畢業生 自己有教開普拉提 無論是上席或是器械 我都有教的 也是一個巴雷舞的導師 那有沒有人做過普拉提 有一隻 兩隻 三隻 好 很多都是未接觸過的 那有沒有人知道大概歷史背景 沒有 好 普拉提以前的名字不叫普拉提 是叫做控制學 是叫做應該有人 應該叫做contrology 到後期因為他越來越普遍 然後追蹤回我們的創辦人 約瑟普拉提 以他來命名 那當年他是一個人 比較體弱多病 所以他自己就自創了一套運動 出來去幫自己強身健體 到何時真的用到這個運動呢 就是他在一戰的時期 在軍營裡幫人做一些復价 那之後再在二六年的時候 就跟他的老婆 去了紐約開設第一間的普拉提教室 那將這件事在美國發揚光達 那他的動作呢 有六百個 那你會覺得六百個在一張石頭做 這樣就很悶 那其實不是的 除了石上的動作 我們現在有很多器械去幫忙 那他的中指呢 就是希望可以令到我們的身體 擺起一個好的姿勢 那就是當我們身體排列 由脊骨去到盤骨 甚至其他的身體部分 然後令到我們身體大致平衡 平衡當然不是我單腳站一分鐘那種平衡 而是我看肌肉上前後強度的平衡 說的是油韌度靈活性和肌肉的力量的平衡 如果你好像一個很健碩 很有力的人 多數他相對地會有什麼差距呢 他的油韌度會比較差 那可能一個巴雷舞的舞者 他的油韌度很好 或者他可以放在糖殼頂 但他的力量可能相對地會差距 那就是這些方面的平衡 你的右手邊就會看到他們以前各式各樣的動作 我忘記了 大家猜一下 相中的其實是普拉庭 你猜左手邊的他是多少歲 五十多 五十多 四十多 你要猜右邊的他幾歲 我告訴你 左手邊是他五十七歲的樣子 右手邊 八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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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這麼大隻 還這麼堅挺 可能在香港很多時候 有都市的人 八十歲都已經這樣 他真的很好地鍛鍊 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我們剛才除了有這些脊上動作 還有一些器械的動作 還有我們的Reformer 還有Canelette 其實這些你看到的樣子 都是好像二戰或者在我們家裡 一些架式 你滑架床 你張單人床 一張椅子 一張椅子 不過他就加了很多橡筋 有一些阻力 重力 令我們可以強化 當然他這些動作靈感 其實是源自於瑜伽 一些的武術 甚至一些古希臘 和古羅馬時期的一些動作 亦是有蟬和巴雷摩的靈感在裡面 所以他的動作其實都很優美 還有需要的油韌度都不少 他講到很強調我們的身體姿勢 我們的身體的排列 不同骨的排列 尤其是如果我打側給你看的話 就會想要耳朵去到股頭中間 去到盆骨 去到我們腳腕 腳眼的位置 一條直線 前面的話就會是中間的 一條直線 什麼叫做不適合身體排列呢 這樣啊 即是歪了中線 這樣啊 在旁邊看 這樣啊 或者向前 這些就叫一些歪了的線 都不是一個他覺得最漂亮的中立位置 為什麼中立位置那麼重要呢 就是當我們擺好這些骨架的時候 我們肌肉相對的長度 前後會比較平衡 當我們鍛鍊的時候呢 你就會在一起都可以鍛鍊著 而不是 例如我這樣呢 我就會主要強化在前面 後面就會很長 但它就會比較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後面肌肉很厲害 相對地呢 壓力給我們的下背都很厲害 所以就達不到一股平衡的強化 最後他就說到 我們擺開一個位置很厲害 然後呢 就說我們肌肉的訓練 以及說如果以下背痛為例呢 那麼我們下背和肌肉的穩定性都非常厲害 好了 下背痛 我們下背痛 主要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一些特定的脊椎病 病了 例如它有骨折 脊椎的骨折 即是整條脊骨有些什麼問題 那就會有下背痛 一些是神經線的下背痛 例如坐骨神經痛 例如椎膠盤突出 它會遮蓋到你的神經筋部 那就令你會有些可能下背痛 接著增肌的感覺 甚至是下肢無力感 那最後一個就叫做 非特定性的下背痛 英文就是non specific low black pain 那就是找不到一個特定原因 有機會是一男子因素 包括你的肌肉 包括你的一些 soft tissues 比如說這個 ligament 就是肌腱和人大等等 可能流生或者是拉箱造成的 甚至是一些小關節 即是我們 哎呀 沒拿到 不要緊 這裡我們有一節節骨 那一節骨好像拼植木 這樣直下去 有些小的關節叫做facet joint 那些小的關節如果有發炎 或是很緊 你動動的時候不舒服 都會令你有痛楚的感覺 那我們看一些 research 說的第一個特定性 就是很大件事的骨折 可能其實相對於這麼多人口 只不過是低於1% 那之後到神經性的痛 就會是5-10% 而最大部份接近9成的人 都是一些你找不到一男子因素的原因 那所以呢 很多人都需要在這方面的治療 那我們也會把這個病性分類為急性和慢性 急性我們說的可能是3個禮拜至7個禮拜 慢性是7至12個禮拜 或者12個禮拜而順 很多人 主要大部份人都會跌入了慢性的行列 那變成很多人就覺得3個月 12個禮拜3個月 你3個月都長期痛緊 其實對你自己的一些生活質素 或者對你的活動能力都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當有這麼多人 七成至八成的人都會經歷這樣的痛楚的時候 大家就想找方法去解決 甚至預防和改善這個問題 好 這裡是一大堆文字 不過簡約的同樣的 是怎樣去處理我們的下背同 左邊是英國的一個指引 它說的是英國的國家及健康循環研究院 那為什麼這份指引這麼重要呢 就是它多年來綜合了很多的research 綜合了很多國際專家的意見 去制定這個指引 告訴大家 究竟我如果有下背同 16歲的人或以上有下背同 有了骨神經痛也好 沒有了骨神經痛也好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那除了 不是只有這件事 不是只吃紙才有的 是原來我們還要做運動 或者有一些物理治療上 或者手法治療 甚至說到 原來三個月都有這些痛楚的話 可以怎樣算呢 那就可能需要一些心理上的輔導 那之後可能說你有痛楚 可能是做骨神經痛 甚至會有更多的手術上的幫助 你都是需要的 所以是一個 這個package 一個完整的package 不是單一的一個治療方法 那我們的右手邊 都是的 不過是有階段性 最左手邊 可能是剛剛六個禮拜 或者六個禮拜以下 那我們需要做的最重要是 就是要告訴你 教育各位發生甚麼事 然後呢 更重要的是 你怎樣自我處理這件事 可能呼一下 暖呼 舒緩了你的痛楚 到中間 可能差不多六個禮拜了 那我們應該要再加些甚麼呢 運動很重要 一些可能需要手法治療 物理治療 最後面是一些長期性的 慢性的下背痛 那我們就可能需要多一點心理的輔導 等等去幫助他們 重返正常的人生 那右手邊 就是一個澳洲的指引 那好了 我就將這件事 zoom in 你說做動作做運動 那甚麼的運動呢 那就是一些 aerobic的運動 大約運動 mind and body 大家是否立即 踢回一個 bell 就是說 有些好像是Pilates 可以做到的東西 那跟著 或者是所有東西 都合起來 一齊都有份做 或者是一些重力的訓練 那就是 但是這些運動 其實是要因人而異的 有些人可能很痛 很容易就會激發到痛楚 那我就相對地 可能要用一些比較輕柔的動作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痛的 他需要比較多強力的訓練 那我們就可能做一些難度大一點的動作 所以 每個人要依據他們的需要 他就是一個運動的計劃 那好了 研究顯示 我2019年的研究 是說 究竟Polight是可以怎樣 幫助一些慢性下背痛的病人呢 那他建議呢 其實Polight是可以治療下背痛的 聽完是可以 不是非 即是不是單一 一個的運動 他跟其他的運動相比 沒有一個特別的 即是他特別有用處 不過 大家發覺他是有效的 那接著之後 要怎樣做呢 最好就是找有專業人士的指導 一些有排的導師 文理治療師 去教你做60分鐘的課堂 一個星期有兩至三堂 但是做多久呢 研究暫時 就未給到一個很確實的數 12個星期至68個星期 那你怎樣做呢 究竟說是科在12個星期的項目 還是68個星期呢 但是經過因為他們是一個功能的醫療體系 那他們多數就會做8至12個星期 做60分鐘的Polight 那當中呢 他們還會加了一個有教育元素的 即是例如第一課 我告訴你什麼叫下背痛 第二課告訴你如何處理 怎樣的self management 至我去調節這個痛楚 接著之後 可能會有其他的專職告訴你 例如 心理輔導 有什麼可以改善你的情緒 等等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性 每一個人需要的東西都不同 所以今天對我 我就可能要告訴你 你現在有這樣的痛楚 你需要做多一點這件事 那所以到時 今天我可能未必看到這麼多人 那如果有什麼痛的話 記得停一停 想一想 那告訴我便可以了 好了 那Polight裡面呢 有很多的原則 那我只選了三個 A B C 大家容易記一些 第一件事是awareness 注意力 在我的角度 就是告訴你 究竟你身體發生什麼事 而你自己要感受得到 我只要借你自己的對手 借你的感覺 去聯繫一下 你的身體不同部分 B的balance B的balance 就是我講的 身體不同狀況的balance 力量的balance 力量和靈活度相比的平衡 然後最後呢 就是control 控制 我不是很喜歡用控制的字眼 因為我覺得太單向 用腦去叫一些人 叫你的肌肉做的 其實我們肌肉都可以給一些 回饋我們的腦 所以我們摸一下它 叫它做一下 其實你都是 話給你的腦聽說 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不只是 我們的腦要order它 喂 動了喔 這樣 好 檔恩 好 我們的注意力 究竟我們第一件事呢 我想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盆骨的位置 好了 我們的盆骨其實是連接著 上半身和下半身 如果我的盆骨放在一個不對的位置 你就看到我下背其實 有一些的代償 有一些補償 那如果我放在一個正 即是中壓的位置呢 那它就相對地 我的弧度是比較自然 而這些的力量分部 在我的脊椎上面 都是比較平均的 那如何滾你的盆骨中壓位呢 我含發到骨子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ASIS 我卡前上機 你盆骨最頂 在前面的位置 麻煩大家由你的腰 用你的掌心 掃進去 第一塊 卡住你的骨 就是ASIS OK 好 然後你有兩隻手 那我沒有兩隻手 那你先掃進去 然後我想你找一個 就是你的齒骨亂合處 那就會是這個位 剛剛呢 就應該大概是你食指 可以碰到那個位 好了 那就將它煉成一個三角形 那只要這個三角形呢 是一個平面 那它就會是一個盆骨中立位 那在我站在那裡的時候 當然是這樣 躺在那裡的時候 當然就不是這樣 食指對回地下 你就變成一個水平面 然後如果你是趴在那裡的話 那它都是一個水平面的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了 然後 那當然啦 你找到中立位 都不知道是不是中立位 那多數有些什麼問題呢 很多人可能是盆骨前傾 前傾就是你的ASIS 前過你的齒骨 那就是咬耳 你看到我 很緊的 變成我下背 就會弧度大了很多 或者 你沒有了這個弧度 變成這樣 這個叫盆骨後傾 那就是 變成我這個好像平座的背部 坐在那裡的你都可以做的 其實可能更容易 你咬腰咬多些 那就是你的前傾 你就發覺 你這個 剛剛的座骨那裡 坐得很多 而且很硬的 那之後呢 如果你後傾 你就差不多靠到眼廳 然後就感覺 哦 坐得很舒服 多數就是在梳化坐得很舒服 但是就沒有用力的位置 然後就開始慢慢 就開始腰背痛 但是你做這件事的時候呢 你感覺一下你的大腿 立刻會拿得很緊 但是如果你放回中立位 相對地 這些前前後後都會舒服很多 因為你用你的骨 去支撐著你 而不是用肌肉 在這裡左膽 在左摸著 右摸著 幫你放回好位置 好 大家找到自己的注意力 找到它了嗎 是啊 好 然後就找到我們的平衡 平衡呢 我們整條脊骨 有我們的脊骨 已經去到我們的美龍骨 7加12加1 應該是33折 那我們如何把我們的力量 平均地分佈在33折呢 就需要我們有活動性 例如我們走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是硬的 那都沒有活動力了 或者我們捲下去 我們整條脊骨 我們是搬的 那如果我們都是這樣直 多了呢 那就會是某幾折 用的力量 或者得到的壓力 會比較多 那我們想要的就是活動力 好像那條蛇 33折都能動 對不對 下面那幾折都沒有用到 所以上面那些 全部呢 都可以逐節逐節打開來動的 那它就不會有一部分呢 特別用得多力 例如如果我這裏很緊 我上身腰椎很緊 我下身腰椎是很柔軟的 發生什麽事呢 你就會用完最柔軟的位置 那它實行可能一天動十度 但是你用了它 二十度三十度 那它就會投訴 告訴你我用得太多 那就是有機會痛 那當然啊 不只是說我們的脊椎 是附近的肌肉 都是用多了很多 相對就會產生痛症的問題 那好吧 但是除了 我們剛才說的 它動得太多 所以當我們放好 對的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還要穩定性 放它好轉 就是我要它動的時候就能動 要它不動的時候呢 它就動不了 那我們就需要肌肉去控制了 好 我的肌肉就是大家的核心肌肉 六塊朱古力那些 那些叫表層 還是表層的核心肌肉 那不是我們今天想想的 因為它不是真的黏住我們的肌肉 我們需要一些比較深層的核心肌肉 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們畫隔膜 就像上面那個 一個雙的頂 然後我們就有我們的腹環肌 就是由這裡開始包著 好像一個腰封一樣 然後不可以有頂 又旁邊沒有底 底就是我們的盆底肌肉 然後呢 因為我們整體的肌肉 是長過我們這個肌肉 去到我們眼睛後面 那每一支肌肉 我們有一些叫做多辣肌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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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這樣拔出 好了 我現在需要大家有三部曲 去做一個imagination 可以起床的起床 不起床可以的話 就可以坐在這裡 首先我要大家做幾個動作 去做一個testing 右邊 左邊看 看看右邊 看看左邊 每個人看不到的地方 會不會是右邊近一點 左邊近一點 或者會不會是 右邊開始痛 右邊開始痛 好這個是頸 然後手 放高 防低 你慢慢做 我就會清晰自己的身體 嗯 今天呢 左邊有點緊 右邊很鬆 然後我就說 我眼睛打開了 眼睛下來 你做多幾次 先感覺一下 好 好了 雞兒 我想你們做多一個 是squat 那我就是兩隻腳 keep 這麼闊 寬關節這麼闊 那我的手呢 多數就放在盆骨上面 剛剛捉回我的ASIS 那後面 我拿到的話 就可以拿到PSIS 那之後呢 慢慢做個squat 會不會 kick的呢 會不會 我的重心去右邊 會不會你發覺 你做的時候 你會不會轉到 這個動作呢 這個是小小的data 或者測試 告訴你 現在你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OK 好了 之後 我們試一下 我們 閉眼 深呼吸 感受一下 我們的人 究竟站在左邊多點 右邊多點 還是正不正在中間 然後我想你 想著有兩條頭髮 拔了 兩條頭髮 拔到上天花板 想著 想著 就是自己拔 Imagination 被人吊上天花板 輕輕吊上去就可以了 之後呢 我想你想 每一節的骨 我們剛才說了有33節 你每一節 給多1mm的空間去 1.1mm 即大家總共會高了3.3cm 吸氣 然後我想你深呼吸 幻想自己的肺 好像氣球一樣 吸氣 降入氣球 呼氣 你記得肺 差不多在隔底的部分 吸氣 呼氣 然後 你還拔高 頭頂還吊著 在天花板 你現在慢慢轉過頭去右邊 慢慢轉過頭去左邊 如果你想看自己會不會轉多了 轉少了 你可以睜大眼看 你會不會看多個長角 你會不會看多個 No food and drink allowed 然後你會不會看多個長角 或者你轉去做 哪個時候 你不是只看多個工作人員 而是可以看到 再多點紫色的場 這個是第一個測試 第二個 你記得嗎 扔著 然後Janes這樣 擺上天空 有沒有重了 有沒有輕了 可能差不多 每一個人都會 每一個測試都有不同 對 最後 記得你來拔高 不要矮了 不要矮了3.3次 你高了兩次 明白嗎 然後再做個Squad 是 這個就是 希望你運回那個 注意力 還有運回那個空間 給大家 拔長條脊椎 而不是每天都起身 有地心吸力壓扁了我們 我們當然要反地心吸力 增反高 OK了嗎 現在未到有資料 當你拔高了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你的活動能力 或者靈活性會大了 當你做Polite 或者做其他運動都好 放回這個注意力下去 好 然後 來了 我們要連繫我們的身體 可能有隻的你 會多一點的空間去做這件事 沒有隻的你 不要緊 我一會兒會給你一些改變 好 坐椅子的先坐 然後 不 可以做一個Roll Down 先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捲下去 我們做一個Roll Down 去到最底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升上來 如果你有下背痛的話 不要去得太低下 吸氣 呼氣慢慢捲下去 最底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升上來 如果我們做一個Polite 班的話 這個會是第一個 又是一個資料 告訴你 你的身體感覺如何 好 接著 吸一口氣 記得我們還是拔高 吊著去天花板 呼氣兩隻手 放在旁邊 再吸一口氣 呼氣 你的頭頂慢慢捲下去 如果你要微曲你的膝頭 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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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捲上來 由你的腰椎開始 到胸椎 再到頸椎 慢慢伸出 我們來一次 要浸開33節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捲 下巴 先碰到自己的胸後 然後先 然後 抵上去 用肚子 壓下去 脊椎 然後慢慢捲下去 去到最底 千萬不要放棄 用肚子 塞進去 你的脊椎 裡面 然後慢慢捲上來 這個就是你當你的靈活性增加 很有脊椎的話 就麻煩你 可以坐下 在脊椎 躺下 然後兩隻腳 大概寬那麼寬 大家的寬不在外面算 這個才是你的寬 大家看到那個骨 之前的骨 在前面 現在不是外面 然後 大概一個拳頭那麼寬 然後 你的腳掌 腳尖 大概和自己的屁股 臀部是一致石半腳掌的距離 腳趾向前方 是平衡的 兩隻腳 兩隻手放在旁邊 按在地下 放鬆你的骨頭 吸一口氣 呼一口氣 好了 在這裡 噢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拿開它 不好意思 剛才我們不是要想 那天拔高 現在 我們要把自己 躺下的時候 躺下 躺下 所以如果躺下 頭頂 應該要調去那邊 紫色牆 沒錯 然後脊椎 被人這樣拔向下 這邊 頭向那邊 頭向那邊 紫色牆 然後拔 好了 我們會做一個叫做 pelvic curl 的動作 吸一口氣 呼氣 壓 我們不是一同骨中立位 呼氣 壓我們的肚子 下去 然後將我們 尾胸骨 開始 逐節 逐節 升起 離開地下 直到我的肩膀 腋 和膝蓋 吃一條直線 吸一口氣 呼氣 由胸椎 慢慢下來 逐節 黏在地下 黏到尾胸骨 我們放在中立位 好了 你就會跟我說 不知哪裏是中立位 把你的手拿出來 掌筋放在ASIS的位置 即是掃進去 找到你 平均前耳的位置 然後幫我黏在尺骨 你可以做幾下 朗下 吸氣 前傾一下 呼氣 後傾 黏在你背部 下地下 你的尾胸骨 會稍稍拿起 吸氣 咬腰 前傾 應該背部 下腰 有很大的洞 呼氣 和紮扁的洞 吸氣 咬腰 我們現在在找力活性 和學會哪個中立位 呼氣 紮扁 它 吸氣 咬腰的時候 你應該想到 你當我放了一顆藍會 在裏面 呼氣 你會紮扁 坐在這裏的 那麼多位 都可以這樣做 兩隻腳 放在大概90度 然後吸氣 咬腰 咬腰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你可以拔長 有一股很大的洞 如果你捱到耳背 非常好 捱不到 不要緊 你想想這個弧度大了 呼氣 折進去 對 你幫我做一些 呃 前 working的動作 好 躺在這裏 我們再做幾次了 吸氣 我們直接捲起來 呼氣 鬥屁屁 然後 逐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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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最高 吸氣 呼氣 慢慢下來 記得 黏在地板上 整條骨 再放在中立位置 吸氣 吸氣 呼氣 壓著整個肚子 然後 尾到骨 直至上升起 大家要按著腳 很多 膝蓋 要保持一股 拳頭的闊度 然後慢慢下來 我們多數的動作 要做多少下 六至八下 之後 再高級些 才做可能十至十二下 因為我們 我們用平衡 很多時候都是在說核心肌肉 所以 其實不斷在操伏 你的腹肌 所以就不會三成十 如果三成十 做的動作 你就應該會說 嘩 腿死了 這樣 好 然後吸氣 呼氣 記得兩隻腳 一個拳頭位就可以了 然後去到最高 非常好 然後按腳板 到地板 你應該會感覺到很多 國城機的運用 吸氣 呼氣 慢慢下去 為什麼這個動作這麼重要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後面的肌肉 是弱於前面的肌肉 你看到 大腿多數是前面 比後面 那麼後面弱點 在這個動作 就已經可以強化了 那麼這裡 只要平衡 你的陀兒骨 就容易放在中立的位置 好了 之後呢 我們可以慢慢地 繼續放屁股在地上 我們可以做其他的動作 吸氣慢慢地 把膝蓋放到右邊 把膝蓋放到右邊 呼氣壓著肚子 把膝蓋放到膝蓋 把膝蓋放到右邊 吸氣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的麥克風不太接近 吸氣的時候 把膝蓋放到左邊 呼氣的時候 把膝蓋放到左邊 呼氣的時候 這是我們Level 1的練習 吸氣到右邊 呼氣 把膝蓋放到中間 吸氣到左邊 吸氣 把膝蓋放到中間 你記得 你那顆膝蓋 我之前把膝蓋放在你中立的膝蓋 不要幫我摘扁 要保持一顆膝蓋 好 這個是Level 1 當你腰背痛的時候 它可以動動到你下背 幾乎你的肌肉 可以放鬆得到 有時候真的很痛 不要一開始跌腳在地上 慢慢開始 好像抹槍一樣 然後抹大一點 令到有彩虹的形狀 這個是第一個Level 1 Level 2 怎樣呢 把你的腳放到90度 相對的手要打開一點 好像一個A字手板 你膝蓋在肩膀上 吸氣到一半 什麼叫一半呢 你左邊的臀部會升起 之後你的肩隔骨 左邊的肩隔骨還在地上 呼氣 用你左邊側腰帶你的腳回來 中間 吸氣我們下左邊 右邊的肩隔骨還在地上 呼氣用右邊側腰帶它回來 記不記得我們要聯繫和控制 不要緊膊的聲音掉下地下 慢慢放它下去 你應該放不完的 因為你的左邊的肩隔骨要黏在地上 呼氣帶它回來 膝蓋跌去左邊 兩隻膝蓋要黏得很緊 平得很緊 所以你邊臀部才拿得起的 呼氣帶它回來 我最喜歡叫大家挑戰一下自己 其實有沒有控制 兩隻手幫我拿起手指指向天空 手板對手板 肩膀這麼闊 吸氣 腳跌去右邊 手指指向天空 呼氣帶回來 拼起膝蓋的話 吸氣去左邊 如果你反船的話 代表你其實就沒有用到你的核心肌肉 呼氣帶回來 再來 吸氣去右邊 呼氣帶回來 呼氣帶回來 肚臍一直黏在肩膝蓋裡 然後吸氣去左邊 呼氣 這個就相對已經是Level 3的exercise 要有差不多力量和控制才可以做得到 非常好 然後我們就坐起來了 好嗎 你可以選擇 各位坐在這裡的朋友 你可以選擇坐在椅子上 坐在地上的朋友 你可以選擇身腳 為什麼我要讓你選擇呢 因為我最終的目的是 我要你的盆骨在中立位 如果你在這裡 沒有意思的 你不需要開小exercise 因為你去極度是一筆度的 好了 我真的很緊 怎麼辦 曲腳 曲腳 這樣你就容易些 坐在你的中立位 兩隻手放在前面 吸一口氣 幻想我們 黏著牆坐 呼氣 逐節逐節捲下去 黏著牆坐 吸一口氣 在底下 我們有一個C字 呼氣逐節由蝦杯 黏著牆上來 記得我們的頭頂還要黏著牆 被人掉了上天空 吸氣 呼氣慢慢捲下去 去到最底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捲上來 好 如果直腳的話會發生甚麼事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捲下去 因為你多些位置 那你就可以將脊椎推向前多點 然後慢慢捲上來 OK 這樣就多些位置 因為你的頭部可以貼下去 吸一口氣 先拔高了 呼氣由頸椎捲 離開了牆 我們再偏中 我們要推完多一點 可以拉到大腿 我們也拿到靈活度 然後慢慢捲上來 你看看我的腳 會指向天空的原因 因為我不想自己的 alignment錯了 當我腳調整或做什麼 就会摔下摔下摔下 我还想找回我们的中立位 吸一口气 呼气慢慢卷下去 坐在这里的人 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手放在膝头那里 慢慢摔下去 吸一口气 呼气慢慢上来 我先偷一张椅子 我借一张椅子在这里 吸气坐在这里 呼气 你当我有个长耳拼在里面 呼气慢慢卷下去 接着吸一口气呼气 用肚子卷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spine stretch 在sitting 好 接着之后 我还想转转做梳 坐在这里 这只的朋友 打开两只手 不好 应该有点难 我们合室 合室的时候 我不想你胸脚向下 有个感觉 胸脚推到你的手指宫上 那这个人就会直 吸一口气呼气 心口转 然后吸气回中间 呼气心口转 然后回中间 坐在这里的角位 没错做得好 你就是坐稳 然后呼气转 请坐好你的左边底骨 是因为它会转起来的 然后吸气回中间 呼气转 左边 右边底骨同学坐稳 如果坐在这里的同学 便要吸气反中间 好 接着呢 我们这次是吸气 呼气转 然后之后我们向前 手 左手向前 如果在转右边的话 又在后面 拉长 我们加密卷 吸气回来 然后合室 吸气回来 呼气转 再吸气 后面 记得是心口转 不是手转 去到下面 吸气回来 回卷 好了 如果在家里有空位 可以怎样做呢 吸气转 记得是心口转 不是手转 呼气转 下去 吸气回来 再转去第二边 呼气 卷下去 吸气回来 再回中间 如果你发觉你都会在这个状态 那我就麻烦你可以曲一下 曲一下 或者坐椅 是比较适合你 因为 你没理由继续教身体 在一个不适合的状态做事 最重要是先放好 然后我们再做 好 给大家一些力量的训练 两只脚在这里 黏住 两只手向前面 好像我们的spine stretch 那样 不过黏住这次两只脚 吸一口气 我们下楼梯 后面的同学 你应该要坐前一点 在一个 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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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有多一点位置 呼气向后 挨 小心吓起身头 吸一口气 呼气再向后 挨 你看我呢 全部都是途下幅做的 吸一口气 向后挨 再来 吸一口气 呼气向后挨 再压力 吸一口气 向后挨 吸一口气 吸一口气 再下多一点 持一口气 下背 吸一口气 再下多一点 吸一口气 再下多一点 吸一口气 慢慢我们才放起 放下手去同学顶 吸一口气 大腿整体要压落地下 是的 大腿要压落地下 和手尽量伸直 吸一口气 呼气慢慢 记得我下腹做线 我们又是尾路关 开始做线 吸一口气 慢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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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称住你的 它好像是一个摇摇板 是的 称到最后 你就放了整个人下去 接着 吸一口气 用脚的力 你推到后面 先卷到人 它好像是一个饭碗的底 之后 之后才慢慢再上回来 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 是的 好 那这个是一只脚的做法 那如果你 练到他朝有一日 可以这样 那就完美了 一半这样 我宁愿慢慢做 好过逼出来 因为逼出来 你去到有一刻 这样 捂上去 那你就会弄到 一身就继续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roll up 我们做多一点力量的事 好吗 因为我们懂得摆我们的盆 你看 我们躺在这里的位置 两只手 翘在我们后尾枕 后尾枕 和我托拖去 两只手 刚刚在我们眼尾收到的位置 非常好 找回我们的中立位 我就是大概一落 一落 提沙的高度 但是呼气 我要你捲上身上来 YES 就是这么高的 吸一口气 呼气慢慢下去 不正确的做法 见不见到我 我看了哪做 见不见到 不行 我宁愿你们低一点 坐得稳 因为我要保持住 中立位 就是这么多的灯 然后慢慢 再多几下 吸气 呼气慢慢升上来 记得扑的 吸一口气 呼气慢慢下去 吸气呼气升上来 吸一口气 呼气慢慢下去 再来 吸气呼气升上来 吸气呼气下去 那我们加多一点点东西 吸气呼气升上来 吸一口气 呼气 呼气 心口去右边 吸气回去中间 呼气 右手 往左边 可能会用这些 吸气回中间 不准掉下来 吸气呼气升高点 升高点 我会见到你 吸气回中间 呼气望远点 去到脊的角落头位置 坐穩的屁股 吸气呼气升高点 要升高点 吸气回中间 我们在肩甲骨边 呼气去另一边 吸气回中间 好 接下来 少许的exercise 应该都吃力了 坐在这里 可以怎么做呢 我想你是需要少许的 注意力去转右边 转左边 是的 或者你可以卷多一点点 然后右边 左边 我大概还有多少时间了 是不是差不多了 还有十分钟 好 好 之后 蓝一点了 我们懂得升起身 等下我们试试 升起脚 脚放在我们的 一只脚在地下 放在地下 我们的脚都是在盆骨中 盆骨中 中立位 呼气拿上来 90度 吸气电回到地下 呼气拿上来 同一只蝦 吸气回到地下 你会觉得很容易 Rita 但是你要帮我留下 一粒物体沙 不可以拿起脚的时候 那粒物体沙用不住 是的 同一只蝦 我们做五次 之后另外一边 呼气 吸气 坐在这里 和观众们可以怎样做呢 不要紧 不要紧 就是坐在这里 呼吸 呼吸 会不会是这样呢 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做得很稳 不好意思 那时候 拉高了 然后拿上来 好了 之后了 蓝板是怎样呢 我们不会一只脚这样走 我们是交换走 那我们交换走 好 两只脚拿到90度的位置 我们吸气电一只脚下来 呼气上回来 吸气电一只脚下来 呼气上回来 但是我们轻轻碰下去 好像我们平时走过 你不会这样的 你轻轻放着脚下来 没错 very good 大家都记得 你的蜜蜂不要融化了 怎样可以保持得好一点呢 就是你的肚子 好像按下去 你的脚骨 但是 不会那么轻 你就是因为 已经戴好你的骨架了 你只是 好像 起楼 你放完钢条 你倒红毛泥下去 你会弄碰你的钢筋 那我hold住它 That's it 好了 那么简单呢 拿起两只手 我们一起再做 吸气右脚下来的时候 左手找耳朵 呼气回来 吸气左脚跌落地下 右手找耳朵 直夹 呼气回来 相对地你跟着手的动作 你上腹的肌肉要多用很多 所以你要想你的肋骨 腊骨要拉向你的肚臍方向 腊骨拉向肚臍方向 大概会是这样的动作 OK 那相对地你一做这些呢 很容易会咬腰的 一拿起手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 好像将这里有个肚子 拉向肚臍方向 去做 坐在那里的 你们应该会舒服点 因为你还在想 头顶去天空 躺在那里的 你们还要 还要想 我会被人掛牆 是 非常好 好了 大家好像做得很好 没有难度 没有难度 来多一个 难少少的 我们做我们的普通体证明圈 100色 我想到怎么做呢 简单扮先 你可以把两只脚放在地上 我们之前的肩膀 扣手在我们后面 这次没得求 你的手就是摆正在后面 不是摆正在你耳朵旁边 吸一口气 呼气升上来 拍到呢 大概流分两寸 其实跟肩膀一样呢 那么高就行了 然后吸气翻回去 吸一口气 呼气升出来 然后吸气下去 这个是 Level 1 Level 2 脚去到90度 拼住它 吸一口气 呼气升上来 上腹的力量 吸气翻回去 你看到呢 我的上身呢 手是去到大概90度 肩膀一样 跟着之后才升上来 没错 就不是用手 拍下去 然后大过上身上来 你有见到呢 我是相对地 哎呀 温柔一点 哎呀 这个 这个 进阶版 不过我们都是预备式 呼气升上来 何谓一白色 我们吸气的时候拍五下 呼气的时候拍五下 长吸 长呼 下不下咋 卷上一点 长吸 长呼 夹实一点点 整脚 90度就可以了 长吸 长呼 如果你有兴趣 辛苦一点 就在这 行 如果你发觉 下背 是 麻烦 是 这个是力量 然后我们休息 十个呼吸 是永远很长 然后呢 再拿回来 就可以了 有个问题 这个就是一白色 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一个 可以坐在那里的版本 不过 如果你稍后能够试 试一下 真是出了汗的造型 哈哈 好了 然后 没理由我们这小子 只是躺在那里 那我们做下一些 其他的动作 趴 不是趴在那里 跪在那里 膝头脚 继续 手 肩头续续 就可以了 你记得你的盆骨 还是中立位的 所以 三角形 都是平水平面 现在 正是做脚 幼颜 幻想 你有一杯水 在你的盆骨上面 你见到呢 我的脊骨不是这样的 这样你就会发觉 是前傾 我做得衰 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后傾 不行 要放在中立位 OK 那你相对的力量 你要多放一点 在手上 肩头在手上 手脚上 右脚伸出去 跌在地下 麻烦大家 不要拿起来 不会动的 然后回来 再来 同一只脚 出 线出去 收回来 帮我查一下 你会不会反了 正还是对着地下 盆骨 Hilμο 不然 下来 会不会还是对着地下 和你这个人 会不会这样 拽了他一背 正还是 你还是 三点不动 一点动 即是你脚的 那这个腿 要动 OK 对不对 好 那我們轉另一隻腳 身體當你在一個不同的平面動的時候 可能會 那個注意力沒有那麼高 可能會做了這些 這些 那你就是伸出去就可以 為什麼我還是堅持大家的腳 要在地上滑出去呢 因為如果你只是一想想 拿起 你有機會做了這樣 那你就見到我的盆骨就放在外面了 我要放在下面 OK 好了 到你真的掌握很好 我們做Level 2 先伸出去 之後不要拿起 你先想拔牆先拿起 接著墊到地上 記得頭頂呢 有條線拔去前面 接著墊到地上 都是盡量保持著一杯水 做完五次 轉另一邊 再做 對 拔牆 想想頭頂拔牆 腳拔牆 不要想只是一隻氣 你不斷都要收著肚子 向天空 sorry 向天空 對 Good 對 還是否三點都有力量呢 好 那頸呢 可能你就要放長一點 踏一踏下巴 頸放長 大概看四十五度的方向 不要咬太高 那邊的頸會很辛苦 Level 3 Thank you 我喜歡這個 好 拿起雙腳出去 拿起雙腳 我們的左手 是左手 右腳出 左手出 去到我們耳朵 記不記得你一杯水 保住 踏地一 拿起二 踏地三 拿起四 踏地五 不要跌了 在中間 是 ASIS 對著地下 好 這個真是考平衡了 叫領飯飯 來 另一邊 出腳 如果你覺得太難 麻煩你聆聽自己身體反應 不要做Level 3 可能暫時未是時候 還有每個人每天的身體狀況會不同 所以都是要好好照顧自己身體 OK 好 然後我們慢慢站起來 那今天我們是簡單介紹一些很簡單的普拉提動作 但我希望大家做到的就是 將你的注意力學懂如何擺放你的身體 記不記得我們做了一個roll down 一開始 試多一次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捲下去 記得收著肚子 去到最底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捲下去 上去 我希望你是碰得多了在地下 我希望你是感覺每一節 容易捲下去 而不是 五節下 捲 慢慢捲 OK 再來一次 上去雙手腳 吸一口氣 呼氣打開 吸一口氣再拔高 呼氣下爬下去 慢慢捲心口 慢慢捲心口 肚 去到最底 吸一口氣 然後慢慢呼氣 回捲 當然 你有時間可以再檢查一下自己的拔高 左轉 右轉 然後手 又會容易了 前排的角位應該會容易感覺到不同的後排 不好意思 然後還有一個Squad Squad Squad 我們放在這裡 會不會左右容易一些 或者現在我喜歡在中間多些 我貓又貓低得多了 又穩陣了 希望是有進步的 好 今天多謝各位 那以下是一些資料我們今天用不到的 如果有問題 亦可以歡迎找我 在E-mail 或者一些社交媒體 OK 多謝各位 好 多謝Sarika 由理論到實踐 已經教了大家很多東西 希望我會記得我 到這裡之後 我自己的入口會多高一點